谨幸得将军之死 何当相让 我吕布乃一勇夫 何能做得周末 将军 请莫亲让 徐州木陶谦病逝后 刘备的欲望到底战胜了礼日 同意接管徐州 彻底让自己卷入了群雄逐鹿的漩涡中 只是 刘备的幸运却让另一位肖雄顿感不爽 他就是原想打着为父报仇名号而攻占徐州 进而徐徒天下的曹梦德 情况有变 形势途转 曹操赶紧主持召开高级别将领会议 会议刚开始 曹操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我大仇未报陶谦老匹夫竟先死了 那刘备不费半剑之力 竟夺得徐州 太便宜他了 带着这份仇恨和不甘 曹操决定先杀刘备 再边逃前 血恨复仇 占领徐州 只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中原形势更是如此 想当初曹操可以轻率大军进攻徐州 而无后顾之忧 可现在 吕布一直都在盯着曹操 一旦曹操放动 就会趁虚而入 占领曹操的大后方 正如手下谋士所言 多留兵则不足用 少留兵则吕布乘虚而入 如山东有失 徐州再得不到 主公将于何处退身 退路永远都是一个 完备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 想夺徐州 就必须先将吕布的威胁彻底清除 于是曹操下令曹操和夏侯敦 先攻吕布 以绝后患 再看吕布 虽有永贯天下的实力 但沙场对决不是一对一的单挑拳棋赛 要看战略战术 要看统筹调动 更要看双方将士的士气斗志 有张淼背后支持 有陈公出谋划策 再加上进攻山东乃鼠偷袭 吕布或能成功 但真到战场硬刚 吕布也就只配给曹操提携 被曹操夏侯敦轻松击败后 吕布愤愤然叫嚣 大哥 雌雄就别绝了 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 你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 要不然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可等到陈公如此建议的时候 吕布又生气了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想当初你说曹操不足为惧 骗我偷袭山东 现在你又声称曹操事大不可相争 咱不带这么玩人的 只是就凭吕布晃晃如丧家之犬的衰败模样 能有陈公追随遗属不易 断断然不可得罪 所以一看陈公不再说话 思有生气意思 吕布便赶紧堆上笑脸征寻意见 要不然咱们再去投奔袁绍同志 陈公一听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这位爷难道真是天生的一根筋 大哥你也不是没投过袁绍 可就你那个嚣张爬虎的模样 很快就把袁绍军中将士全都得罪了一遍 你还敢去 真嫌自己命长 迫不及待想要作死 反复权衡以后 陈公建议投靠刘备 曾被刘关张三兄弟 胡捞关钱狂虐的吕布 虽然心中不愿 但为了能够骑身 也为了能让自己的家眷 躲避风险 也就只能答应 吕布到底拥有着 地表单挑王的嚣张称后 如何使用得当 绝不失为夺取天下的一把戾气 所以等到吕布来到徐州城下 就算弥足规劝刘备要保持清醒 万不可收留吕布 刘备仍然坚持认为 前者若非吕布袭取山东 怎能解徐州之祸 今日他图穷来投我 我岂能有他心 正值创业初期的刘备 急需广纳天下良才 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提高自己的中原地位 这一时期的刘备 还没资格挑三减四 更不会将吕布 这等勇猛大将拒之门外 更何况 刘备需要吸引天下英雄来投 就必须树立一个正面形象 一个求贤若渴 理贤下士的正面形象 如果连昔日的沙场对手 都能成为刘备的麾下 刘备又何愁 创业团队的迅速撞他 吕布进到徐州城 虽还是一副心有不甘的模样 奈何形势所迫 现实所疲 也就只能诚恳请求 男人什么时候最可怜 捡烟头 推汽车 甩钢笔 可对于吕布而言 一个勇猛武服突然变得稳走走 就是上述三项可怜表现的集合 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吕布能有今日和其忘记发育的大脑分不开 更和其几乎等于白掌的双眼分不开 好在刘备急需壮大自己的力量 顾不上吕布旧锐的荒唐表现 赶紧放低姿态 给出奇奇回应 客气了不是 谦虚了不是 要不是吕先生偷袭山东 徐州城早就到了曹操的手里了 这不是陶谦大人活不起了吗 我才暂时帮着管管 现在好了 注意看吕布的反应 一种意外收获的欣喜由内而外 甚至赶紧做出了接过徐州排应的动作 看不清形势 摆不成废致 或许是因为认得干爹太多 以至于凤先同志连自己信什么都忘了 刘备为心让徐州有着极为精明的考虑 首先能试探出吕布投靠徐州的真实意图 再者能试探出吕布对徐州是否具有威胁 更重要的是 有了如此举动 就能让刘备的正面形象更为立体 更为形象 如果不是张飞大鹤一声 及时叫醒了吕布 吕布恐怕真就会死在自己的不自量力上 清醒以后 吕布赶紧笑了笑缓解尴尬 然后才有了早就应该给出的恭敬谦让态度 我吕布乃以永夫 何能做得周末 奉先同志还真是客气 您绝对不能称为永夫 莽夫才是您最值得拥有的称号 只是在虚伪的这个领域 刘备同志才是祖师爷 才是真正的扛把子 这件事如果没有几个推让来回 怎能彰显刘备同志的大意 于是刘备再让徐州 将军 请莫亲让 注意了 吕布又当真了 又要伸手去解排印 原本想着让吕布自由发挥的成功 实在看不下去了 吕布真要就此接过徐州排印 局面就彻底尴尬了 事情就彻底无解了 没办法 顾不上什么主播关系了 赶紧出手拉住吕布 有了成功的提醒 吕布才勉强意识到 刘备如此懂事的真正目的 只能将心中期望强行压制 亮明自己本该有的态度 就我目前这个状态 刘先生能收留遗数大恩 怎敢有此非分之想 唯有感念先生的大人大义而已 然后吕布又赶紧叫来自己的家眷 想着让自己的感激之情得到升华 想着让刘备充分看到自己的低姿态和真感恩 注意这个操作没毛病 甚至还是少见的精明表现 除了表明自己真心投靠的态度外 还能让刘备看到自己没留后手 甚至有着让家人充当人质 换取刘备信任的意思 严谨与此刘备赶紧推辞 对吕布的信任程度抖声 不可不可 这万万不可 可没等这一项操作落到实处 没等自己的形象扭转 吕布就又有了一次在作死边缘的试探 哎呀贤弟 你就不要谦让了 一句贤弟又将吕布的内心彻底暴露 徐州是推辞不受了 可这句称呼一出 就又将自己的不自量力表现了出来 别人客气 是因为别人有修养 有诚服 甚至有着具体目的 可如果你就此领受 真就将自己放到了高处 那就叫领不清事 看不透脸 甚至连个人都没做明白 先想领许州又要做大哥 吕布这是要反客为主啊 刘备或有虚伪 只会忍耐 但就算忍耐也只是捧杀之意 可刘备的兄弟 尤其是性格暴躁的张飞同志 如何能忍 呸 我大哥是汉氏宗亲 你是何等人 敢称我大哥为贤弟 来来来 我和你赞他三百回合 我大哥这样的好人 几经推让都不肯受灵打印 你这种不义之人 怎么能把徐州认为你呢 两句话将在场所有人的内心想法 尽数到处 徒流吕布一人难堪 就算刘备不是汉氏宗亲 你是前来投靠的 就要有个求人的姿态 望子尊大已经不是简单的不懂事了 甚至会惹祸上身的 再说徐州推让 就算你再想要 最起码也要给点谦让推辞吧 更何况这番推上 还有着明显的试探目的 和投靠袁绍一样 刚入徐州的吕布 就让自己得罪了主家 将来的徐州生活会怎样 可想而知 另外 吕布不懂事也就算了 毕竟是一切武夫 不安人情事故 倒也能够原谅 可这位爷不但人事不同 就连胸怀气量也全无霸道武将的模样 刚被张飞呵斥了两句 吕布就要负气离开了 蒙使君不弃 收留于我 单恐 领地不能相容 我 我投奔他出去了 大哥 话别说满 万一刘备真让你走了呢 自己想想 还有没有可缺的地方 好在成功及时阻拦 算是给吕布找了一个合适的台阶 就此站住 等待刘备的继续挽留 行了 刘备想要的结果出现了 他怎么可能让一个战力 如此恐怖的威胁留在徐州城 他又怎么可能白白养着 这样一位勇猛汉将 既然局面出现了僵持 我们就折中处理 仅有一小配 是被平日屯兵梁之地 将军若不嫌弃 权且歇马 粮食均需 仅当应付 将军 你看 小配 徐州城的前言 吕布同志摇身一变 就成了刘备的前端防御大将 大大提高了徐州城的安全指数 只是 吕布真就甘愿待在小配 这只豺狼真就能安稳归顺刘备 徐州城岌岌可危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